2007春晚初体验 怎么了 就是2007年的时候 是我第一次上春晚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在上小学 就是那种到现在春晚 依然会有的那种小朋友 唱跳的节目 那么那时候特别小 而且我家是天津的 所以我记得我们的节目是 12点前这样的差不多这样子 然后后来我就记得结束了之后 家里人就疯狂开车 带着我为了想在12点前赶回家 过春节 你第一次登上春晚的歌舞节目 叫做阳光下的花朵 请问 昨儿坐在月亮上唱歌的时候 旁边有几个小朋友 A一个 B两个 Z三个 对的对的对的 是两个人 就是你旁边坐在两个小朋友 对对对对 对 那我们可以拿分了 好的 那我们听下一组关键词 2019 萌面唱将 螺蛳粉 那因为我还要是螺蛳粉 然后萌面唱将它是 你会希望你找那个 找线索的一件节目 能不能看线索啊 对对对 赶快来看一条线索 我把螺蛳粉推荐给很多人 那个东西真的是 太美味了 那我是那个因为我老经常给朋友推荐 螺蛳粉 对就一些 就是平常可能大家不太能接受的吃的 我一直以为女明星不会吃螺蛳粉的 那你会有什么防护错什么 比如说戴着玉帽吃 然后不会把头发弄臭吗 没有它根本不臭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知道它那个味儿 但是那个味儿是酸笋的味儿啊 它就是那样 包括像榴莲 我也不懂大家觉得它臭是什么原因 对 那你就是 那你喜欢吃香菜芹菜吗 芹菜香菜我都OK 但是香菜是我长大了之后才吃的 我小时候也是喜欢吃香菜 那你平常跟娜娜约饭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你是那种疯狂安利型的选手吗 没有我们两个基本上都在点败卖 那你们会一起去吃螺蛳粉吗 反正我给她安利了 她也太有吃 还有发给我她来吃的 螺蛳粉就是要一个人在家享用的美食 那之前呢 你发过一条动态 日常被我娜娜姐姐宠爱着 然后贴上了欧阳娜娜 小时候录制康熙来了的表情包 那娜娜当时在评论里 回击了昨儿一张表情包 你还记得那个表情包是什么吗 就是我小时候拍戏的 穿个粉T恤的那个 这个表情包出自你的哪一个电视作品 海阔天高 对 因为我演的事不多 所以基本上能记得